好,是区别加速度的定义 以及加速度的成因 区别这个,然后要看两者的关系 其实坦白说,我有点不太了解这题要问什么 特别是后面这两者的关系 那么我这边可以对于加速度的定义 以及加速度的成因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首先是一,加速度的定义是什么 加速度的定义其实就是说 一个物体它在,它可能有各种运动状态 那么如果这个物体它的速度 速度会随着时间而变的话呢 我们就称这个物体它就是具有加速度 那么这叫做加速度的定义 一个物体它的运动状态会随着时间而变 运动状态就指的是它的速度 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说一个物体它具有加速度 第二,那加速度的成因是什么呢 加速度的成因是因为净力不为0 净力不为0 什么叫净力?净力在符号上,在公式上我们就写sigmaf 外力合力,又称为外力合力 外力合力不为0就会有加速度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 那是因为啊 这个外力合力呢 会等于一个物体的质量 比方说外力合力会使一个具有质量m的物体 产生a的加速度 只要净力不为0 这一项不为0 那么就一定会有加速度 这个是这两者的不同 所以加速度的成因跟加速定义有点不一样 成因是因为净力不为0 那么定义是说物体 它在描述的是一个物体的速度随时间而变 这是加速度的定义 那如果说今天要试着去说明两者的关系的话 如果我今天上了考场 我会这么讲 我会说呢 如果今天要去总和这两件事 所以我们就会说 如果一个物体啊 如果一物 它的所受净力 不为0的时候 净力不为0的时候呢 就表示说 它的速度会改变 速度 精确一点来讲 应该说 它的速度会随时间而变 这就是大概是这两者的关系啦 所以呢 简单来说 这个成因是造成 就是所做净力不为0 是造成速度改变的主要原因 2 1 1 2 2 3 3 4 % 数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